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对他了解的不是特别太多 但是通过《我就是演员》这个舞台 其实还是发掘了很多的好演员 张子怡虽然画风比较犀利 但是在挑选演员的标准上 我们都应该认可他的专业度 这部周一维这个被埋藏了多年的好演员就被他发现了 周一维的出名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思考 他背后的女人猪丹 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档综艺节目叫《我爱记歌词》 其实这是小编小时候很喜欢看的综艺节目 现在的综艺节目都很少有这种风格 现在大多数都是真人秀 而且人们的颜值的关注度工钱之高 所以小编再也看不到跟小时候那样的综艺了 因为朱丹本人是非常有才华的 除了主持工作做得非常好之外 他还投身了影视圈 还拍过电影和电视剧 其实朱丹本人的形象是很好的 饰演那种概念的女强人还是很合适的 就在这中间 朱丹结识了自己现在的老公中医 喂 和周一维结婚之后 朱丹就慢慢的退出个影视圈 专心在家相逢教子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这毕竟是朱丹的人生选择 可能事业发展的久了 更喜欢安静的生活吧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朱丹在和周一维结婚之前 还有一次婚姻 也就是说朱丹嫁给周一维是二婚 小编倒是不在意这个事情的 因为二婚也并不意味着个人魅力减损 朱丹在25岁的时候嫁给了他的前夫 他的前夫当时是我爱记歌词的制片人 非常的有才华 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吸引了朱丹 但是可能是因为二人性格不合吧 这个婚姻仅维持了半年便结束了 结束之后 意外的是朱丹的事业发展得更好了 直到遇见了周一维 小编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露睡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可能我们生下来 有些事情 有些缘分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现在的朱丹和周一维生活得非常幸福 而姐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你们祝福她吗 好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